古往今来的盗墓贼无非是为了偷盗古墓中值钱的陪葬品 在转手卖出后挣得取额财富 这些人为了盗取宝物可以说是胆大包天 当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伙盗墓贼却在打开了一座明朝古墓后 吓得立刻上报了国墓部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79年冬天 南城县月口乡游家乡村的村民在挖水区时发现了一座古墓 南城县化肥厂的工人朱映峰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便拉上了游家乡村的村民秋生财等人打算要盗掘这座古墓 他们几人在墓顶上挖好洞埋上炸药 直接将古墓炸了个窟窿 然后从这个窟窿钻进了墓室中 朱映峰听人说过墓里值钱的东西一般都放在棺材里 于是就带着人撬开了一口红西的南木大棺材 这只棺材一开几个人吓了一大跳 只见棺材里的人身着龙袍 腰脊欲带 胸前挂着念珠 脚上还穿着黄景高筒靴 且看起来栩栩如生 就像刚刚去世一样 朱映峰意识到这墓主人不一般 也不敢多停留 马上出了墓 并主动将发现古墓的事上报了当地墓墓图门 后经考古专家证实 这座古墓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尊 明义宣王朱一颖 及其两个王妃的合葬墓中还出涂了大量精美的陪葬品 不过朱映峰想盗墓绝报的贼心不思 1980年4月他又带人盗绝了一招王墓 因此被抓还被判处了三年有机徒刑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时 他的回答惹人争议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彭云即可观看